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方这边有平兵将进炮吃炮来约队或者平兵炮点将抽马的一个机会 但哪一步才是正解呢 此局红方非常容易求和 比如说红方直接进炮吃炮跟黑方的炮约队 各本行不通 因为一方退马踩炮之后红方就没有后续的手段了 你平兵一将黑方就进马踩兵 你如果平炮做黑方的马晾开中路的算面也没用 黑方直接把马抬上来 你会发现红方炮兵没有连杀 你平兵将围剿 黑方下降就行了 现在一方老将只要按兵不动 红方就没有炮兵围剿的机会 双方势必就是一趟合棋 所以此局一上来 红方这边第一步骑 浸泡吃炮不行 那有些人会认为我摆鞭炮来点将吃马怎么样呢 也没用 黑方的马就得以开溜了 现在你会发现 你平兵一将 黑方就平将战中 红方完全没有后续的手段 你如果这边选择浸泡一将也好意义 黑方一下降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你这时候会发现 你如果想通过平炮过来 从边路来叫杀 却发现 根本行不通 黑方可以先放炮 待会呢 借马助攻 借炮死马 红方呢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一旦做不好 反大要输 所以呢此局呢 一开局 第一步骑 危的阵守 红方只能先平兵一将 这里黑方呢 破位无难 只能下老将 当一下将其面还不是很明朗 第二步骑呢 也是争议性非常大的一步 有很多高手呢 都认为 我这边只要走一步 太三压顶就行了 卡式呢 是一步气泡的败招 其实不然 感觉黑方呢 一旦用炮吃炮 肯定要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我只要平炮来一将 黑方就只能平价战中 我这边顺手牵羊 灭掉黑方的炮 而且你这匹马 又被帅耍双链不能动 这里呢 只能动将走先骑 不管是下降还是平价都好 红方平兵吃马 就可以形成当兵请玩的机会 到时呢 你却忽略了 如果你走太三压顶 黑方即便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只要选择平炮就行了 一平炮你会发现 你这个兵就没有了任何威胁 拱兵一将 黑方就上将吃红炮 这里呢 如果你叫双炮杀呢 也没用 黑方就平价战中 毫无后续的手段 这里呢 黑方的马 跟炮一旦开溜 红方的这个兵 根本赢不了 你再是拱敌兵 已经毫无意义 黑方这边 可以进炮来做红兵 就算用炮荒掉红方的兵 双炮想要 刺擎黑方的当马 也是十分困难的 更何况 红方没有机会 所以呢 一开局呢 红方这边 平兵一将 老架下去 太山压顶 根本行不通 那这里红方第二步棋 绝大多数棋友都意想不到 红方呢 要走一步大胆的棋 有些棋友会认为 我平抛过来叫双炮杀 但是根本不可能 黑方可以进马踩红炮 但红方这里呢 却不会这么走 一旦黑方下老将 红方呢 直接用炮吃炮 等黑方一手 这步棋呢 一走下来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首先来讲 黑方这边 是不能退马吃炮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一旦退马吃炮 好像红方 炮兵也没有杀棋啊 但是现在红方 只要把马 给困住就行 这里红方有一部妙手 就是指导黄龙 劲敌炮 这部炮一旦走下来 你会发现 老将就被困住了 不能动 现在呢 只能跳马 红方呢 拱兵带将 就可以磨吃黑方了嘛 马一丢 当兵请王必败 那既然黑方这边 眼看红方进炮吃炮 既然不能退马踩炮 那我这边下降吃炮 不就行了吗 黑方这边仍然有马的存在呀 但这时候红方 又开始会抉择 红方这边 现在 只要平兵就行了 这部奇迹走下来 黑方现在会发现 马不能丢 只能逃马 但不管你这匹马 跳到哪里都好 红方呢 平炮到内线 一较炮江 黑方无法评价战中 有算 只能垫马 红方呢 浸泡吃马 就形成困壁 所以呢 相当于红方 此局第二招 直接浸泡吃炮之后 黑方反倒 不敢吃红炮 那么现在相当于 老江就不能动了 只能跳马走先骑 那这匹马呢 该跳到哪里呢 这里呢 马最完整的走法 是跳到竹林线上 待会可以退马 来先制止红方 炮兵的发挥 但红方这边呢 完全可以制止不理 这里红方呢 拱兵将没有用 因为一旦拱成了低兵 压根起不到任何威胁 黑方一上将 又可以高枕无忧了 或者下降吃红炮 红方炮低兵 压根引不了 大红方这里呢 走入不妙手 直接平炮到内线 形成档子炮 这步骑到一旧下来 黑方老将 还是不能动 因为如果下降吃炮 我又是估计从事 平兵叫炮杀奇 黑方一垫嘛 我也可以走一步等着 形成困壁 所以方这里呢 眼看红方平炮 老将不能动 还是只能跳嘛 那这匹马该跳到哪里呢 最完整的走法 只能跳到底边的这个点上 防止红方炮兵 连动的叫杀 但感觉这么一看 红方这边完全没有围剿的机会呀 感觉红方要把炮兆一圈过来 叫双炮杀奇就行了 但红方呢 就偏不这么走 红方这里呢 直接选择一个平炮的走法 这步平炮呢 非常巧妙 主要是防止红方退马之后 仿做红方的炮兵 这步骑到一走下来 黑方的马 就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老将不能动 一下将我平兵叫炮杀奇 只能跳马 那这一匹马呢 又不能跳到这个竹林线上 红方可以推炮吃马 马不能丢 那这边呢 黑方把马往底边跳的话 红方呢 这手只要一平兵 就把马给困住了 拱兵抓马 黑方马一丢必败 所以黑方呢 现在呢 这样不能动 这一匹马 只能往回跳 仿做红方的炮兵 虽然现在抓住红方的炮兵 其实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为红方这边呢 完全 可以置之不理 这一边呢 红方有一个 弃兵的一个妙手 这步骑呢 一走下来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下一方呢 只能上将吃兵 别无选择 因为是炮兵双将 大红方呢 刚好可以退炮 憋住黑方的马腿 这里呢 埋伏有一个双炮将的杀奇 那一方现在呢 只能再次进马 防止红方的平炮绝杀 但是呢 你一进马 我就退炮 始终呢 要双炮杀奇 黑方呢 现在马又够不到将 只能继续退马回房 但我这一边呢 一平炮过来 一叫炮将 黑方居然可以挡马 但红方呢 这里把炮这么一顶 黑方呢 老将就只能退 我再顶 你再退 我第三次顶一下 黑方呢 就无路可逃 必败 那这一盘棋局呢 虽说是一盘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呢 每一步 都是环环相扣 希望各位球 有所借鉴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otic